身穿绿色衣服背着鞋背包走出桃园地检 面对记者提问低头不语 现场气氛异常凝重 对方始终保持沉默 因为他就是涉嫌盗卖军品的操心被告 所有问题应该不回答 在有人陪同下离开地检署 但他所涉及的盗卖军品案已经扩大延烧 监禁三月破获 桂山一处地下兵工厂 藏有来自军方的指示子弹 引发国防部高度关注 错缘追查发现 海军陆战队66旅有4名军事官 涉嫌盗卖刺针飞弹发射桶 被检察官申请羁押 经过询问 最终发言24号裁定 曹姓被告因罪嫌部族被请回 抽薪被告10万元交保 汪姓及汪姓涉案军事官则被收押 飞弹发射之后 保存飞弹的储存桶 这会成为废品 按照程序处理规则 由部队进行清点再送往废气场 意思就是在清点之后的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掉进一般军迷的手里 可能就是当作装置品 如果是掉进黑道的手里 它可能就是用来做一种 好像自己拥有特殊火力的这种 就是威吓作用 刺针飞弹发射 统筋暴使舍后外流 即使军事专家说应该没有立即危险 但万一黑帮转卖给对岸 可能正会造成机密外泄 这也是接下来 检掉其余厘清的案情核心 进行为公平榮